第九课 幸福的感觉 一 课文 到底什么是幸福 谁能说清楚 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多少钱 有多大权利 算是得到了幸福 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多少儿女 有多少朋友 算是得到了幸福 更没有人能说清楚拥有多少感情 算是得到了幸福 因为幸福完全是个人行为 永远没有统一的标准 也没有不变的标准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个人的感觉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幸福 只要你心中有幸福的感觉 曾经读过一个让我感动的故事 一个亿万富翁 却对一块糖充满感情 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 从没吃过糖 有一次在路上 一个好心人给了他一块糖 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不知道那种滋味叫甜 只是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后来这个穷孩子 靠自己的努力成了富翁 同时也成了有名的慈善家 他说 我每帮助一个人 都会想起当初那块糖 就会感激那位给我糖吃的好心人 一块糖只是甜在嘴里 而它的善良却甜透了我的心 现在我吃什么喝什么 都没有了那种甜到心里的感觉 只有多做善事 帮助别人 回报社会 才能找回第一次吃到糖食的那种感觉 对他来说 幸福就是让别人过得更美好 我有一个邻居 他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 提出和他离婚 离婚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条件 儿子由他抚养 他收入不高 可他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那笑容可不是装出来的 为了抚养儿子 他每天都辛辛苦苦地工作着 可是他说 我从来不觉得苦很累 只要一看到儿子的笑脸 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对他来说 幸福就是看到儿子的笑脸 对我来说 幸福是什么呢 是读到一本好书 是与朋友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是从自己不多的收入里 拿出一部分钱捐给希望工程 是看到那些失学的孩子又背起书包回到学校 是看到那些以前贫穷的人们过上了好日子 是看到我的祖国一天天走向富强 当然 还有老母亲和全家人都健康 平安 快乐 这些都是我的幸福 幸福永远没有统一的标准 只要你心里感觉到幸福 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二 生词 到底 权力 得到 儿女 拥有 完全 个人 行为 永远 统一 标准 富翁 穷 好心 回忆 慈善家 当初 感激 回报 美好 离婚 条件 抚养 养 收入 收入 脸 笑容 妆 话题 捐 工程 诗学 碑 书包 贫穷 祖国 祖国 富强 专名 希望 工程 学 转 工程 帮 您 费 飓 于 幻想 吏 列